上善若水 厚德在务 只有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福报受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厚德在务 我是小果 为您分享不同的故事 早年间 东昌府附近有一个叫齐霞镇的地方 据说百年前这个小镇出了一个盖世大侠 城坚除恶 劫富济贫 造福百姓 百姓们感恩大侠的义 小镇的名字也被改成了齐霞镇 百年过去 大侠的名字很多后生已经忘记 不过这个小镇却形成了上午的风气 不大小镇上就有七八家武馆 每年从府里过来学艺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小镇上有一个叫做薛妍的后生 薛妍父母早逝 一个人独自生活多年 全凭进山砍柴贩卖为生 薛妍从小对武功异常痴迷 奈何身上银两不够 他连武馆的大门都进不去 不能进武馆 薛妍就蹲在武馆附近 只要武馆在教场教学时 他都会偷偷跟着笔划笔划 在他的刻苦钻研下 多年下来薛妍的武功也能看得过去 或许他真的有学武的天赋 这天薛妍挑着一袋柴货 与领居好友杨二林进城贩卖 到了位置 把柴货放下 等着主顾上门便是 由于卖柴货的人很多 薛妍二人等了一个多小时 也无人前来询问 待到五时 正当两人又饿又可食 忽然 前面街道口人群骚动起来 不多时 一辆豪华的马车缓缓驶过 四周陪伴着几十个家丁丫鬟 看起来毫不气派 远远的 薛妍便闻到了一阵香风 不由地感叹道 好像啊 旁边的杨二林一脸享受 鼻子还秀了秀 接话道 那当然 你不也看看那马车 是什么木料制作的 那可是上好的项目 一根据说要好几十辆银子呢 薛妍其道 你知道这马车的来历 杨二林看着一脸猛的薛妍 不由地摇摇头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啊你 你说你一天就知道埋头苦练 都说穷文富武 练武那玩意 就不是我们穷人做的事情 你说你练了这些年 还不是天天与我一起进山砍柴 看到马车上的字了吗 这是我们东昌福 有名的大豪生赵家的马车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辆马车应该是赵小姐的 听说这赵小姐宅心人厚 有菩萨心肠 还生得非常的漂亮 简直就如同天仙下凡 如果能够看一眼 死也值了 薛妍打趣道 只看一眼岂不是很亏 我认为不值当 要我说能够娶回家才好 杨二林不由地翻了翻白眼 她何尝没有这种想法 可是这等身份的人 是她能高攀的吗 不由地感叹道 想想就好 别做梦了 我们这样的穷人 别说娶赵小姐这种人 哪怕能够进赵府做事 那都是烧高香了 杨二林说完 便不再搭理薛言 她觉得这小子的幻觉 越来越严重了 先是想去做一名大侠 现在又想娶赵小姐 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多少有些异症了 马车缓缓离开 周围的人依旧议论纷纷 不过大多都是对赵小姐的赞誉 话说这赵小姐 乃是赵老爷家的大小姐 名为丽雪 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有菩萨心肠 经常随着母亲 咽是一起师周菩萨 接济穷人 在东昌府有一个很好的口碑 赵老爷一生不纳妾 就只有赵小姐一个女儿 因此对她也宠爱得紧 赵小姐也非常的争气 最近两年赵老爷尝试着 把府上几家店铺 给赵小姐管理 偌大的产业她竟然也管理得紧紧有条 这实在让赵老爷非常的欣慰 想着等几年她老了之后 赵府也可交给女儿管理 不用担心后继无人了 话说薛妍这边 两人手到五十一过 这才把两袋柴货给卖了出去 一个八字胡中年人 在好几个下人簇拥下来到薛妍不远处 还没靠近 摇喝声便喘了过来 那边那两个 对 说的就是你们 你们的柴货挑上跟我走 去赴府 买家市城里另外一个大户赴家 不止薛妍和杨二林 就连其他人的柴货也都全部购买干净 这些大户用量大 一次购买要比其他人多得多 杨二林拍拍薛妍的肩膀 走吧 生意来了 卖了好早点回去 薛妍点点头 把柴货挑起跟在八字胡中年人后面 这些柴货还得他们亲自挑过去 费用自然也会稍稍多那么一些 不多时 在八字胡中年人的带领下 七八个挑着柴货的男子 来到了副府的后门 前门他们是没资格走的 只能走后门进入 把柴货挑到指定地方 薛妍和杨二林正要去领工钱 那八字胡中年人却开口道 各位 我家老爷下个月过寿 现在府内还差几个刷器的工人 你们如果有想留下的 把刷器的工作完成后 工钱一起结算 听到这话其他人有些犹豫起来 有人问道 管家大人 请问需要做几天 工钱几何 管家道 工钱一天五十文 做两天即可 我也是懒得重新找人 你们一旦柴货三十文 这个可要划算一些 经管家这么一说 众人纷纷要求留下 虚言两人考虑了一下也没早 做两天就有一百文钱 这可比他们砍柴要划算得多了 见众人同意 管家便让大家伙明天再来 如果实在有不放心的 现在也可把柴货钱先结算了 虚言两人觉得无所谓 养蛋柴货而已 富家这么大的产业 肯定不会坑了他们这点钱的 对于富府来说 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虚言两人离开后便回家了 第二天 两人准时来到富府 其他人也都来了 干的活也很简单 就是给新建的大梁刷漆 估计也是几副老爷子半受准备的 由于需要连坐两天 干到晚上他们也没早 在管家的安排下住到一处偏院里面 这天晚上后半夜 薛言有些尿急 便起床出了房间 找了一个雅静之处 薛言正要放松放松 可忽然间他撇到了前方出现两个人一样 这吓得他一机灵 急忙闪身到一处假山后面 不多时 两个人影悄悄来到了假山附近 四处打探后这才停下脚步 公身对另一人道 公子 属下已经打探好了 那赵家小姐明日会离开东昌府 去三十公米外的法王寺 那边路途偏远 我们下手应该不会有人发现 另一人闻言 冷哼一声 这娘们还给我装真结恋女 这一次其他人全部杀掉 他给本少爷带回来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嘿嘿 那是自然 这女人也不识抬聚 公子你去下聘 他竟然不肯下嫁 要不是看在他赵家家产的份上 我们早就下手了 既然软得不行 我们就来应的 直接拿下赵丽雪这妮子 然后再慢慢残食掉赵家 有赵丽雪在手 我就不信弄不夸赵家 你知道就好 赵家迟早是我父家的囊中之物 这件事你尽快去办 不得有误 放心吧 公子 明天晚上保证把赵丽雪那妮子 送到公子您的房间 你就等好了吧 嘿嘿 事情办好了 我重重有赏 谢公子 两个人影巧声商议着 待目的达成后 其中一个人影直接翻为墙而走 另外一个人影看了看四周后 这才缓步离开 直到这两人都离开 确定不会回来后 薛妍这才探出头来 这两人说的话 她一字不落全听到了耳中 薛妍也没想到 半夜起来小姐竟然会听到如此惊天大秘密 怀着忐忑的心情 薛妍回到了住处 杨二龄醒了 见薛妍回来 不由得问道 这么晚了你去哪里了 薛妍不敢把事情说出来 只得道 感觉肚子有些不舒服 出去找地方解决了 估计是今天吃多了 杨二龄不宜有她 笑道 叫你小子少吃点不停 这小子好了吧 赶快睡吧 明天还要干活呢 这不是有红烧肉吗 薛妍笑着回了一句 躺在大通铺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这件事她不知道还好 可现在她知道了 这该怎么办 去赵家说 傅家要害她们家小姐 这无凭无据的别人 为什么要相信你 就当不知道这回事 可薛妍又有些良心不安 赵家小姐听说为人和善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号人 这样的人不应该受到此磨难 一旦被傅家掠夺过来 那赵家就完蛋了 通过这一晚的观察 薛妍觉得之前的那两个人一样 其中一人肯定是傅家少爷 这便让薛妍为难起来 如果事情泄露出去 以她的心狠手辣 自己小命难保 不知不觉间薛妍发现自己 好像陷入了一个雪恶之中 一夜不眠 第二天一早 薛妍终于下定决心 继续装病让杨二龄替自己大掩护 而她自己则借口去找大夫瞧病 由于已经耽搁了一些时间 薛妍离开傅府后直奔法王寺 只要把赵立学给救了 赵家不信也得信 薛妍没有走官道 从东昌府到法王寺 她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节省大半路程 大夜半个时辰后 走在小路上的薛妍忽然听到了一阵海沙声 这不由得让她惊涩一阵 急忙穿过林子往大道上赶去 扒开灌木丛 薛妍一眼就看到了十几人正在混战 已经有好几个躺在地上了 袭击赵立雪的一共有六个黑衣人 赵立雪带的家丁人数虽然不少 但武功高强之人并没有几个 此时已经处在下风 要不了多久便会被这些黑衣人给主意消灭 薛妍一看 急忙从冲了出来 捡起地上的腰刀就与一黑衣人站在一起 其中一个黑衣人见对方忽然加入一人 顿时怒道 小子别多管闲事 小心掉了脑袋 薛妍也不甘示弱 冷声道 光天化日之下强强民女 你们好大的胆子 就不怕衙门吗 赵立雪这边看到薛妍挡下了黑衣人 当即大喜道 多谢壮士相助 我乃赵家里护卫 此次若逃出生天 我定当禀报赵老爷 感谢壮士救命之恩 薛妍立声道 李护卫先去护驻马车 带我先把这些人给收拾了 听到薛妍如此豪气的言语 李护卫先是迟疑了一下 可见一个黑衣人被薛妍斩断手臂后 李护卫也是大喜 急忙收缩力量保护赵立雪的马车 薛妍雪舞这么多年 山中猛兽也杀过不少 直到今天才真正与其他高手 面对面接触 危急时刻薛妍也顾不得留守了 每一招都是杀招 半战查之后 薛妍已经连杀五名黑衣人 只剩下了最后一个 此时的他衣衫蓝绿 道道鲜血尽出 也受伤不清 对面的黑衣人见薛妍如此神莽 冷声道 好武艺 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此时投降 我或许还会考虑饶你一命 为一些不认识的人 丢掉自己的小命实在是不值当 薛妍笑道 别说那么多废话 要来便来 你找死 薛妍此举彻底激怒了黑衣人 左手一甩 一把飞刀朝薛妍飞来 紧接着他后脚踏步 长刀一挥 便朝着薛妍斩来 好刀法 薛妍眼睛一眯 天感受到了压力 在闪过飞刀后 也提刀迎战而上 现在的他已经忘记了来此的目的 有的只有昂扬的战役 只要击败了对方 他的武功就会更进一步 刀光剑影间 两人便站到一起 看得旁边的李护卫惊叹连连 心也一下子被提了起来 如果薛妍战败 那今天他们可算是凶多吉少了 一盏茶后 薛妍猛然一个要子翻身 以一个奇妙的角度 把刀尖插入了黑衣人体内 你说了 薛妍冷冷道 是吗 黑衣人并没有惊慌 反而冷笑一声 薛妍心里猛然一跳 一股危险感瞬间降临 只见黑衣人忽然伸出手掌 直接拍在薛妍胸口之上 五毒神掌 旁边的李护卫健壮 脸色大变 惊到 五毒神掌无疆 你是傅佳然 薛妍也是发了寒 在被五毒神掌拍中的那一刻 手里的腰刀横切 直接洞穿了黑衣人的五脏六腑 片刻后 两人脑袋一歪 便倒在一起 李护卫急忙上前 发现黑衣人彻底死亡后 松了一口气 可见薛妍也在弥留之际 脸上不由地惋惜起来 如此人才可惜了 回去后一定要打听他的家人 并祈求姥爷给予后葬 回到马车前 李护卫道 小姐 歹人都已经被急避恶 只是 马车里面 赵丽雪急道 李叔 指示什么 赵护卫叹了一口气道 小姐 刚才来了一个勇士 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脱困 不过这个勇士现在身受重伤 也在弥留之际了 估计活不了 赵丽雪文言大惊 急忙从马车里出来 当他看到满地的尸体时 也是差一点呕吐出来 李护卫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场景他本来不想让小姐见到的 赵丽雪急道 人在哪里 李护卫道 小姐 人都已经不行了 我们还是先收敛尸体 等回去再辨认吧 赵丽雪道 不 把人抬过来我看看 之前我跟着静虚师太 学了一段时间的医术 或许还能救救 他既然舍命救了我们 我们不能就这样不管不顾 李护卫摇摇头 让两个护卫把薛言给抬了过来 赵丽雪急忙给薛言把脉 又翻看了他的眼睛 片刻后 赵丽雪道 李叔 她的脉搏还有跳动迹象 我们先离开这里去法王寺 如果时间来得及 估计还有救 李护卫听薛言还有救 当即吩咐道 我与小姐先去法王寺 你们把这些尸体给收拾一下 那个吴江的尸体带回府内 听后老爷发落 这些可都是证据 当知道敌人是谁后 李护卫心里也发了喊 吴江是傅家请的门客 现在谁是敌人那时一目了然 交代清楚后 李护卫当即把薛言送上马车 赵丽雪也立即跟上 迅速往法王寺赶去 马车上赵丽雪看着满脸血污的薛言 也是一脸的心疼 这个陌生的男子 为了救他搭上了性命 这让他不解的同时也心生好感 心里当即决定要把薛言抢救过来 半个时辰后 在李护卫全力赶路之下 三人终于到了法王寺 几个尼姑顿时迎了上来 见识赵丽雪 便说道 徐小姐 你们这是 李护卫浑身是伤 赵丽雪雪白的衣服上也都是血迹 不由地担心起来 赵丽雪急到 路上遇到劫匪 竟需失态他老人家在吗 看着马车上躺着的薛言 几人也急忙说道 在那 徐小姐你跟我来 在几人的努力下 薛言被抬入了寺内一间客房 赵丽雪让李护卫打来一盆水 现在也无人照顾 他便亲自给薛言茶洗身子 李护卫想阻止也晚了 心理直探小姐心善 不多时 竟需失态赶来 赵丽雪急忙上前拉着失态的手 哭诉道 师傅 你可一定要救救他 我看了他还有一丝气息 竟需失态让赵丽雪先别着急 走到床前给薛言耗卖 之后又细细地检查了许久 这么样 他还有救吗 赵丽雪问道 竟需失态闻言叹了一口气道 他身中数种基因之毒 就是可以救 不过 师太并没有一口气说完 反而露出一丝迟疑之色 赵丽雪急忙问道 师傅 既然有救 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 片刻 师太摇摇头 开口道 也罢 他种的毒可以清楚 不过需要传说中的回扬草治疗 用了磁草 我便可以求我师姐炼制回扬丹 普天之下也只有我师姐会这回扬丹的炼丹之术 再配合他的回扬术 救回他不成问题 可目前面临着两个问题 回扬草是药中之宝 轻易不能遇见 还有我师姐已经闭关多年 恐怕就是我去求他 他也不一定会出关 赵丽雪文言 本来已经有些希望的他 顿时泄了气 他有些绝望的道 师傅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竟需师太见赵丽雪如此模样 微微一笑 开口道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其他方法 师姐早年闭关之前 我听说她的手里有一株回扬草 只是她性格古怪 她不会轻易拿出来 赵丽雪文言大喜 急忙道 师叔是不是如果要钱 我可以让我父亲送来 竟需师太摇摇头 钱不能买万物 你且跟我来 能不能得到我师姐的认可 得看你的诚心 亦或者你能不能满足她的要求 见赵丽雪担心地看着薛严 竟需师太说道 有我在她短时间不会断气 但能不能救活 她得看你能不能 从我师姐哪里讨要到东西了 得到竟需师太的保证 赵丽雪这才放心下来 临走前 她对李护卫道 李叔 今天这事事关重大 你赶快回去告诉我父亲 我待在法王寺安全是没问题的 李护卫点点头 法王寺有几个道法高深的人 那些歹人也不敢前来闹事 当即交代一下后就离开了 他的那些手下怎么样了 现在他也是一无所知 得尽快赶回东昌府 李护卫离开后 赵丽雪跟着竞需师太 来到了法王寺后面一处山洞外 竞需师太嘴角清气 开口密语说了一些话 丽雪 我师姐就在里面闭关 我已经告知她你的事情 能不能让她出来 就看你的本事了 竞需师太说完 便离开了山洞 留下赵丽雪一人独自站在洞前 赵丽雪高声道 晚辈赵丽雪见过师叔 我是竞需师父的俗家弟子 还请师叔帮帮忙 丽雪将感激不尽 赵丽雪说完 山洞里并没有回复 她一想 是不是自己不够诚意 当即跪在地上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诚意 就在这时 洞内传了一阵苍老的声音 女娃儿 你还是回去吧 不是我不帮你 我闭关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踏出山洞一步 回羊草对我也有用处 你回去吧 赵丽雪闻言 当即道 哪怕不用回羊草 师叔也可以出来瞧瞧 师叔你不出来 我便一直跪下去 洞内之人闻言闻怒 说道 那便因你 你要跪便跪 说完 便不再言语 赵丽雪咬咬牙 那陌生男子救他一命 他也要把他给救回来 哪怕是要他的命也可以 就这样 赵丽雪便在山洞门口 跪了三天三夜 第二天赵老爷赶过来后 怎么劝都劝不动 心里也是无奈一叹 丽雪的性子他知道 只要认定的一定要坐下去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 就在赵丽雪有些坚持不下去时 洞内之人又说话了 女娃儿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赵丽雪打起精神 摇摇牙道 师叔 他救我一命 现在他还没死 我就应该救他 眼睁睁看着他死我做不到 洞内之人问道 你说的这个他是男是女 与你关系如何 赵丽雪听到对方言语中有些松口 喜道 回师叔 是个男子 我并不认识他 但他三天前如果没有救我 我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他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 师叔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这是师父对我说的 你也不会不管不顾吧 说完 赵丽雪露出一个得逞的表情 这是静虚师太 昨天过来给他送饭时悄悄说的 洞内之人闻言 沉默了许久 大约一盏茶后 一声叹息传来 罢了罢了 你既然是师妹的俗家弟子 又如此具有慧根 还如此诡辩 我就帮你一次吧 赵丽雪大喜 跪拜道 多谢师叔 不多时 一个年纪颇大的女子 从山洞里走了出来 正是静虚师太的师姐静安 不知什么时候 静虚师太忽然出现 笑道 师姐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 你守着那株回扬草 也没有多大用处 原来 静安师太手里的回扬草 也是有来历的 在他出家之前 这株草是他心上人 从深山里给他带出来的 当时是两株回扬草 静安师太吃了一株后 就恢复了伤势 而他心爱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自此之后 静安师太出家为民 永生不嫁 在拜师后就闭关了 再也没有离开法王寺 赵丽学脚步有些虚浮 不过他还是跟着静虚师太两人回到了客房 静安师太检查一番后 得出来的结论与静虚师太差不多 不过这次 他从腰间盒子里拿出来一枚丹药 给薛严扶下后 又使用辉扬术推拿了一番 不多时 薛严身上便冒出阵阵热气 胸口处 进出了一层黑色的东西 他体内的毒素逐渐被逼出来 一注销后 静安师太这才收工 淡淡道 好了 这小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休息几天应该可以恢复 照力学大喜 当即跪拜道 多谢师叔 静安师太摆摆手道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懒得掺和 如今我人也救了 下次别来打扰我 我走了 静安师太说完 便离开了 旁边的静虚师太文言苦笑 沥雪 起来吧 师姐的脾气就是有些怪 他文人还是很好的 就是那东西是他唯一的念想 赵丽雪点点头 这些他都能够理解 带众人散去 赵丽雪开始给薛言擦洗身体 既然薛言已经没事 赵老爷也担心他的安危 便在当天下午告别了静虚师太 带着薛言回到了赵府 三天后 薛言忽然感觉到身体上 好像有一个重物压着他 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努力睁开眼睛 却见到一张绝美地脸 正安详地靠在床边 一只手搭在他的胸膛上 手里还拿着一块布 薛言一惊 身体动了动 这一动却把赵丽雪给惊喜了 见薛言苏醒 喜道 你醒了 实在太好了 薛言挣扎着靠着床边 疑惑地问道 多谢小姐救命之恩 请问我这是在哪里 薛言迷迷糊糊地记得 那日他好像中了对方的赌长 他虽然击杀了对方 可疑是已经迷迷糊糊的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 还以为眼前之人救了他 赵丽雪扑姿一笑 说道 要说救命之恩 也得该我说 你现在在赵府内 安全你不用担心 薛言闻言一惊 说道 难道你是赵小姐 赵丽雪笑道 怎么 难道我不像吗 薛言有些尴尬地回道 就是有些不太真实 对了赵小姐 富家要害你们 我也是那天得知消息后 这才赶去法王寺 接下来 薛言便把那天晚上听到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全部说了出来 赵丽雪闻言 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不见 韩生道 好啊 原来傅清明那家伙 一直在打我的注意 被我拒绝了就想吞掉我们赵家 也不看看自己胃口有多大 这件事我知道了 多谢公子舍命通知 不知公子姓名 薛言 赵丽雪点点头道 薛公子这些天先安心休养 我这就去把事情告诉我爹爹 富家 哼 真当我赵家那么好拿捏 赵丽雪挥挥手 门外几个丫鬟走了进来 而赵丽雪则快不离开了 在这之后的几天内 通过丫鬟们的谈话 薛言已经知晓 赵家与富家彻底撕破脸皮 让富家没想到的是 赵老爷的岳父乃是当今朝廷三品大员 富家踢到了铁板 富家私养门客 劫杀赵家小姐 证据确凿 被知府大人带人直接抓入大牢 等候审判 富家老爷子本来是要过寿的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直接气得一命无呼 家里管事的主子被抓 老爷子也撒手人寰 富家一下子变乱了起来 薛言得知这一消息后松了一口气 至少以后不用担心富家的报复了 等他伤势恢复回到村子找地方躲两年 富家也不可能找到他 再说这件事 他自己也问心无愧 这天 薛言正在院子里练舞 多活动有助于身体恢复 刚刚打完一套拳法 却听到了一阵掌声 薛公子好武艺 薛言见来人是赵丽雪 当即道 是赵小姐 粗粗武艺而已 算不有的什么 赵丽雪嘴角一撇 不乐意道 还叫我赵小姐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也逐渐熟络起来 薛言挠挠头 一脸的憨笑 不叫赵小姐该叫什么 赵丽雪文言有些恨铁不成钢 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够明显了吧 自从把心思放在薛言身上后 这段时间赵丽雪发现 自己竟然喜欢上了他 一想起那天薛言舍命相救 他的心就如小鹿乱撞一样 那天你摸了我 你得负责 赵丽雪道 薛言苦笑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赵丽雪靠近薛言 吐气如蓝 轻声道 我已经给爹爹说了 你救了我 此生我非你不嫁 你愿意娶我吗 看着赵丽雪那绝美的容颜 如此寒情默默的表情 薛言一时间有些恍惚 原本两个不会相遇之人 却因为一场意外改变 听着赵丽雪的爱意 薛言心里狂跳 他捏了捏自己的脸 发现自己确实没做梦 有些不敢相信地说道 可是我出生贫寒 配不上小姐你啊 赵丽雪摇摇头道 出生并不能决定一切 只要你愿意 我愿意帮你 薛言看着赵丽雪 心都化了 赵丽雪眼里是真真切切的爱意 并没有其他掺杂其中 深吸一口气 说道 我愿意 半个月后 薛言正式迎娶赵丽雪 自此之后 两人便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 那日子真叫一个逍遥 卸上旁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